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与你同行 这个主题的内容主要在说明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语言隔阂的问题 引发我们做这个主题的契机是 有一次我们的老师在住家大楼的电梯内 遇到了一位外国人正要前往警部卫视去询问刚刚的警报声 是真的发生了火灾或者是只是在演练而已 这时我们的老师想到先前警卫视广播的防灾演练通知 传承都是使用中文 因此对外国人而言确实产生许多互变 听完老师的分享之后呢 我们决定从我们居住的社区开始做起 让社区的外国朋友不会因为语言的隔阂而感到不便 所以我们访问了学校的外籍老师 询问他在生活上有什么不便 我们发现他在生活上的不便有 一 公车站牌没有双语翻译 二 医院诊所内的区域指示也没有双语翻译 三 社区大楼重要告示与告知没有双语翻译 四 社区里长广播没有双语翻译 五 美食外送平台上的菜单没有双语翻译 除此之外我们也实际踏查了社区内的店家 并对他们进行采访 首先我们踏查了一家餐厅 餐厅的老板也表示 如果能有双语翻译的菜单 的确能够让他们的业绩成长 但由于他们会经常更换菜单 因此无法附和经常性的双语翻译费用 再来我们去采访了一家计程车行 老板表示现今手机上有许多轿车服务的APP 因此外国乘客可以和司机透过APP 来确认目的地以及价钱 那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交谈 那就会因司机的外文程度而有所不同 最后我们去采访了一家普遇规模的医院 我们发现医院内并没有设置双语标示 当我们提出可以帮助他们的想法时 接待人员以他不是负责人为由 管制了我们 到了实践阶段 我们进行了社区公告的侦措 计程车乘车注意事项的语音通知 以及制作QR Code 接下来我们翻译了社区大楼的告示 并且制作成QR Code 还录制了语音翻译 我们也翻译了本季餐厅的菜单 还有写信给Foo Panda 希望他们的菜单可以双语化 最后还有翻译公车站牌云生 并把各的成果送到社区中 以遍历外国朋友的生活 此外 日后若有机会 我们希望能增加东南语国家的翻译 以便利 移工及新证明朋友 与你同心小祝 谢谢大家